大家好,我是乳仔 今天我会向大家讲解一些 在现在冠状病毒的疫情下 我们必须注意的事情 尤其是你家里有一个要接受家居隔离的人士 我们应该如何做 如何保障自己,保障家人呢? 现在这个冠状病毒的病征 会是由咳嗽、气喘和发烧都会有的 会是在2到14天去显现出来 而我们是必须要注意 尤其是一些人会传染病毒 人传人的传染 会透过一些呼吸道分泌物 譬如咳嗽、泡水鼻涕都会传染到的 以下有四点是由世界卫生组织 以及卫生防护中心提供四点最基本的组织 第一就是如果你遇到一个有呼吸道感染病征的人 譬如说他打黑痴、咳嗽、有鼻涕的话 那我们要尽量和他保持距离是1米这么多 第二就是如果我们遇到一些这些情况 譬如我们自己打黑痴、咳嗽的话 我们都必须要洗手 洗手20秒 如果有水就用肺碱和水去洗手 如果没有水的情况下 我们就用酒精搓手液去搓手 搓20秒 第三就是我们遇到一些出外的时候 或者遇到有人在你附近有咳嗽一些呼吸道的病征的话 我们就要戴口罩 第四就是没洗手之前 千万不要碰眼、鼻、咳嗽 好了 接下来有什么家居清洁的重点呢 第一就是我们要恒常地用稀释漂白水去进行家居清洁 每一个星期用1比99的稀释漂白水去搓家居的每一个表面 搓完之后 留15至20分钟 再去用清水过水就可以了 如果有一些表面是特别污糟的话 譬如有塞到一些糞便物那些的情况 我们就要用1比49的稀释漂白水 如果有一些物件是有血迹染过的话 就要用1比4的稀释漂白水 但要留意 有一些金属表面其实是不适宜用漂白水去搓家居的 因为是会令到那个表面生瘦的 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用酒精抹就可以了 接着去到厕所那里 就是最会有机会去交叉感染病毒的地方 所以我们要留意 第一就是厕所或者浴室 有人在里面的时候就不要开抽气线 人要离开了 关门才开抽气线 第二就是厕所里面会有一个U型的去水位 那里我们要倒500毫升的水 去令到它有水浸住 不要沉淀一些病毒在里面 第三就是当我们去完厕所 每一次都要盖上厕所盖 才好冲刺 大家都知道现在其实病毒已经是全球大爆发 很多朋友会从外国回来 而根据香港的法例 它是必须进行家居隔离的 如果你和这个要接受家居隔离 检疫的人同住的话 我们要怎样保障自己呢 首先根据建议 我们应该和那个人要保持一米的距离 而每一个同住的人 需要有一个隔开的睡房和房间去住 房间应该有一个良好的通风系统 另外大家会一起吃饭 一起吃饭的时候就应该要用公筷 不要大家用同一个筷子去夹饭 特别要留意的 就是如果你家里有一个有聘用外傭 家庭用工的话 你就千万不要给食剩的饭头送尾给他 如果你是和他分开吃饭的话 不如吃饭之前就将那些饭隔开 那些饭隔开这样分开 就会保障大家免受交叉感染 如果有人在家里进行家居检疫隔离 同样我们都必须在家里面都要戴口罩 记住口罩只能够一次过用 不可以重用 用完一天就要扔了 要加强家居卫生和你的防护 除了我们戴口罩 我们都可以穿一个围裙去保护自己的 提醒大家的口罩是不可以重用 用一次就要妥善这样去弃制的了 围裙你除了可以用即用即弃的围裙之外 如果你是一般普通的那些加围裙 你可以每次用完之后 用一比九十九的稀释漂白水抹干净 这样就可以了 至于每一天的家居垃圾 我们都必须要绑好 妥善这样包好去弃制的 那扔完垃圾之后 记得记得再洗手 保持自己安静 和换了个围裙 这样就可以了 好了 防疫呢 我们经常说洗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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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其实有一件事更加重要 就是家人和你的家庭用工 都要是沟通沟通再沟通的 因为譬如说 如果你辆车有载过些什么人 或者有人曾经在车里面呕吐 你都是要必须 告诉你的家庭用工 让他清洁的时候要注意 大家一定要通理合作 和多些沟通 去谈谈如何对于家居 进行一个卫生和清洁 然后大家去分担这些工作 最重要就是大家一定要谈好 和互相体谅 互相爱护 才可以保障到 全家人 全部人的家居 安全和卫生 我们同一屋簪下 去互相齐心合力地抗疫 我们要多些去分享大家的担心 特别有时候 虽然我们很害怕这个病毒 但是也不需要过度警方 我们只要做足我们的个人和家居 卫生就可以了 有些情况就是有些人很害怕 甚至乎一天要洗15次厕所 其实这些是绝对没有需要这样做的 我们只要跟回刚才说的 一般的家居和个人卫生 那就已经足够了